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5日 星期五 兩天不見了 今天跟大家 不如先說一些輕鬆的事情 不過也不是什麼輕不輕鬆的事情 其實我想問大家對於恆大事件的看法 因為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或者講的是 這個星期左右 其實事情也不斷有消息傳出來 但是我想問大家 怕不怕? 其實大家怕不怕恆大這件事件 可能會或多或少 影響到投資的氣氛 我想到消息的統計 為什麼我這樣問 其實今天 今天是星期五 剛剛收拾市之後 其實有兩宗消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大家應該都會轉頭 應該都會知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 新聞的事情的話 都可能會知道 第一宗消息 第一宗消息 就是 本地的財務匯報局 就著恆大有關持續經營的匯報 展開了調查 會查一下 恆大 上年和今年 上半年 財務報表的情況 可能看看 有沒有存在一些問題 這個 都沒有 最主要是檢查一些數 審計的帳目 有什麼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這件事 可能會或多或少 看看會不會牽涉到 到遲些 可能一些意見 究竟公司現在的營運資金 甚至乎他們的情況 是否足以支持公司 還可以上市 這件事 也有趣 另一宗 就是月秀地產 退出了收購 中國恆大中心 大家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之前因為 恆大的總部 即灣仔 那裏 在景總對隔離 未有一座恆大中心 大家 在對面 荷蘭煎花醉那邊 看過去 未有一座大廈 上面有很多行詞 那些廣告 那座 那座建築 之前說 是購買的 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錢 所以就購買了 那裏套現 但是話說 現在 月秀地產 宣武就退出了 即是說 他應該不會收購 這個也是 因為 叫做 廣州市政府 希望檢視恆大 財務狀況 所以 所以 現在 這件事 又退出了 那 那 兩項新聞 有什麽特別呢 其實 大家 之前 都可能見到 有多消息 之前不是說 又購買 恆大地產 恆大物業 然後說 754 一盒新創資去買 即是去收購它 反而我突然想 如果你假設 現在 即是恆大 可能連一些資產 你的變賣 都可能 面對著這麽多的問題 的時間 那 你說要去賣 自己的恆大物業 這件事 是不是這麽容易呢 似乎 應該都 在難度 所以 754 收購4條6 那單 我覺得 城市的機會 都好像 BB這麽大 反而現在 整整整整整整 事情 開始明朗化了 什麽意思呢 就是 大家都做好 一些準備 做好 一些 可能你說 預測恆大 有什麽事 要大家做一些 預防措施的準備 那 又看看 事情如何演化下去 不過 正如剛剛提到 看看大家 可能對於恆大事件 有什麽看法 都可以留言 可以說一下 因為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認不住 這單的消息 其實對於內房的 投資氣氛 甚至港股的 投資氣氛 或者說少有影響 但是 你會見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 內房股 仍然面對著很大的股額 你看到今天 很多內房股的比例 都是比較差的 但是市場 又好像沒什麽 市況仍然是好 而且 你看到大市 也不經不覺 就去到現在 25,300 那些水平 又好像大家 不太關注這件事件 所以 我想問一下 借錢回到大家 就是 大家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是怎樣 是這樣的 也說回市場 其實今天也是靠 ATM A又沒有靠 是靠T和M 還有這個 叫做 匯控 撐著市場 那 那個收市 又有些特別 就是看 今天北水的部署 那 騰訊 美團 其實 它是沒有前路上 應該就不單單是正買入 我看到深圳那邊 騰訊 美團 是有個正買入的情況 但是 如果你說 這個 叫做上海那邊 其實你說 騰訊 美團 其實突然沽得很厲害 所以今天來說 買單計數 騰訊 應該是有個正沽速的情況 反而你說 安達 安達 上海那邊 又買得多 不過我突然說 深圳就沽 整個情況就是 好像你看到 北水那邊 其實深圳和上海也好 似乎大家 好像買的東西 或者做部署上 有些不同 有些分別 有些分別 現況就是 小米 中芯 東岳 然後 金斯瑞 這些 西摩爾 也是 深圳那邊 北水是沽的 沽多個買的 另外 就去上海那邊 上海那邊 就是西摩爾 然後 約明 然後 長城汽車 對不起 長城汽車 都是小米 沽多個買的 但是沽的量 又不算很多 但是好像吉利 吉利 比亞迪 這些 就有些錢買 但是 量也同樣地 也不算很特別 很特殊 所以反映是說 至少北水現在 都好像 又不算 那些北水的去向 就不算很有啟示性 這樣 所以 暫時多看看 下個星期的時間 看看 GDP的數據 到底是什麼 一回事 不過 我想這樣 現在大股的 部署策略 先看看 是否穿不穿 25,000 45,000 這個位置 我想說短期的情況 先看這個水平 但是 過股 反而 都可以說多一點 過股 其實 就是 韓文股 雖然 雖然 韓文股 今天也有大跌 B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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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輪高位計 下降到大概一成了 然後 剛才新出的 CCFI SCFI SCFI 又跌了 即是跌了 一些 CCFI 沒有什麼 還是微升的情況 運費價格方面 外面又似乎各別的韓線 是有回調的 但是 我覺得 即使運費價格 各別來的溫地 有些回調也好 但是跟上年同期相比的話 那個增幅還是很厲害 只不過 韓文板塊始終它的股 那個走勢 真的很弱 所以 我之前跟大家說 都要面對現實 都要股貨 現在 都是那個情況 有彈的話 都是這樣 其實 10月 抵抗的時間 打後的時間 開始 又回到一些傳統的皇季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貨幣價格上了 然後 大家也先選擇一選榜 我想 這些韓文板塊 盡量 都算 我想 減了一個量 大家覺得 可以真的 失敗了也沒有什麼 我覺得可以 但是 你說 還要有很多貨的話 要選擇一選擇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現在的市場 很多時候 股份 可能摩尼打加跌了很多 跌了很多人 都會害怕 所以 你開貨的話 不會太久 但是 例如韓文股 我覺得差不多 所以 我覺得 有貨的話 還是先拿著它 當然 如果有些多貨的話 要選擇一選榜 自己 如果可以 假設有一彈的話 就選擇一選榜 會比較好 李寧 其實你看到 80元邊的位置 是很硬的 但是 我覺得 似乎 又不 怎麼說 你看到一個版塊 即是韓文版塊 是差的 對不起 是零售版塊 內地方面 你看到 那些版塊 是差的 所以 現在去買 李寧 是否一個好的時機 你搏去不穿80元 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 就似乎 現在這個位置 就好像 不太直撥了 反而 突然轉來 看到 李寧大福 今天是不差的 李寧大福 反而他的數據 我覺得差不多 李寧大福 李寧大福 在前幾天的時間 在星期二的時間 我又做 LOW的節目 有提及過 這支股份 監製有個質疑 就是 他的增速 其實你看到 第一季 是放慢了 我認同這一點 但是 即使他真的 增速 擴慢了 也好 還是很厲害 我還覺得是 四五成 其實我覺得 只是第一季 人家技術效應 比較低的情況下 你那個這麼強的增幅 但四五成 其實也不算 所以我估計 有一旦 我覺得 都合理 只不過 他現在說 破歷史高位 我好像 有點擔心 這些可能 破不了機會 但是 現在的市場就是這樣 就是 那些股 強到你不相信 要不就 反過來 又跌倒不完 現在的市場 是很兩極化的 所以 大家 考慮 選股方面 來計 都真的 要盡量 小心一點 還有我也說一下 我自己 一些最新的 動作 動作 其實廣股沒有什麼 廣股 反而我都不斷想減榜 我覺得廣股真的很難玩 不過 反而 美股那邊 我之前 估了一隻MG 然後又換了一隻GS 即是 星期二晚的時間 即是 還有高盛 因為本來 這個星期的時間 如果你看看 金融股的業績表現的話 基本上 都可以說是好過預期的 而且 那邊是不錯的 而且 台積電 也是 出貨的 那些數字 也是好看的 所以 我還是會先拿進去 所以 就變成 那是 我當時的MG 就離開了 現在變成 那裏面 反而現在是拿著 藥股 那 可能我會看看 再加 加少許 資金 可能不是那隻藥股 而且 我都打算沽港股 即是沽港股 等一些錢出來的時間 就是去換一些美股 這樣 我會做這個 即是打後的時間 可能這個 都會是一個 比較上明確的方向 那 也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大家如果對於美股也好 對於港股也好 有些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還有大家都可能 真的說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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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恆大事件 看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看法 這樣 我同時送了一些東西給我 馬上看看 看看有什麼東西 喔 這個也是中國出口集中廠市圖 剛剛提到那個 叫CCF5 那些 都是微聲一點 沒有什麼特別 對 就是這樣 大家記住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